熱狗是黃沛沛的國中同學 不要開玩笑了 講一下 真的嗎 真的 他們國中同學啊 真的啊 他們人愛國中的啊 他拔 他拔超久的 哪有啊 同班嗎 同班同學嗎 至少混亂第一名 拉賽王是不是 熱狗是同班嗎 隔壁班 所以是轟動全校的人物 對…那時候還滿… 你是校花嗎 類似那種 那你怎麼追他的 我沒有追啦 血牙神幹掉他 有幻想他嗎 沒有… 那時候我人家有 你不要講這種話不適合你 還好嗎 自己聽叫到… 自己聽叫到 公寶雞丁上 叫到公寶雞丁上 對不起 所以他公寶雞丁 可能比較好聽一點 好啦 所以為什麼呢 為什麼是好沛沛 因為就去年的時候那個 進去講有跟他表演嘛 然後呢 他唱的那首歌是 已經寫了很久 可是一直都沒動靜 我也沒什麼想法 然後就找了熱狗寫了兩段詞 就是那個饒舌的部分 然後呢 我們就想到應該要找一個女生 然後可以 就可以緩和一點那種 連兩個都男生那種無聊 就找了他這樣子 很簡單 而且他唱得還不錯 沒有叫他小意思喔 下次啊 不計畫 給你想要生完 你記得 給你想要生完 沒想到這麼乾脆 也就只好我了 嘿 熱狗給我 熱狗 十七歲那年的雨季 我們有共同的期許 也曾經緊緊擁抱在一起 哇好強喔 他在抱什麼 他在抱什麼 十七歲那年的雨季 回憶起圖書館的點點滴滴 卻發現0之1 已經慢慢過期 已經慢慢過期 不要這樣子 好的 謝謝 讚你有種 那時候 這歌出來的時候 我大概是要考高中 所以那時候我都習慣去 國父紀念館 它有個圖書館裡面念書 後來有一天念一念 突然那個管理員說 不能來念喔 接下來的一個禮拜都不能來念了 我想說奇怪 很火大 我來問問為什麼 因為我們林志穎要去當兵了 要在那邊開 一個連續幾天的演唱會 我說林志穎該請你 我在那邊讀書館讀書 你在讀書館開演唱會 我就覺得 剛剛梁子結大了 是不是覺得很突然 所以現在這梁子還沒結嗎 還沒結 林志穎都不知道自己覺得到 一個高中生 如果有人拿蔡依林的演唱會票 來送你們 去啊 然後呢 蔡依林應該是 沒有 開玩笑是不是 蔡依林應該已經返回一城了吧 對 我覺得其實 對 她其實 越來越值得就是 還有誰...最近還有誰 我每次上節目都好後悔喔 有那個徐懷鈺 最近有重新出發出專輯 這徐懷鈺 徐懷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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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還有一個海報 因為最近上電台 對 去看她那個海報這樣 下面還踩一個男生這樣 熱狗快點有什麼感覺 其實老實講 我第一次看到她 在電視上看到那個 音樂錄影帶的時候 我也是在播什麼復古專題 因為她其實人 或是音樂 其實都跟以前很像 對 所以我也是 什麼 是在播那種懷舊的什麼 哇靠 它是新的喔 就聽一下那種 是新的 所以其實那張還好啦 我覺得 就也不知道在幹嘛那樣子 沒有 我現在說就是 我也不知道在幹嘛 對 那熱狗要不要聊一下 楊丞琳的專輯 你有在怕嗎 你不是沒有在怕的 楊丞琳 你是 你是 真的不可以 不是 各位觀眾朋友 所以有沒有 有的時候 大家對我總是有很多的誤解 It's not my fault OK 是我們逼你的是不是 It's our fault 對不起 楊丞琳就是 你看你要罵髒話了嗎 沒有 他就是尿嘛 就可愛叫主 卡到一個很好的位子 代言廣告主持 OK 歌唱接不完 因為他卡到那個位子 目前為早上沒有人 就是 也卡那麼好 羅志祥還在唱的 羅志祥還不錯喔 羅志祥還不錯喔 因為他音樂類型是HIPHOP的 對 那其實他舞跳的真的不錯 我覺得他舞跳真的不錯 琴瑋… 琴瑋 對 琴瑋在排行榜上很高 我跟你講 你說那個 有一個鬼故事啊 好像在 什麼插櫃那個KTV OK 然後就是我朋友在慶生 然後就有一個服務員就是 就是他們要點水餃 對啊 然後服務員就進來 然後臉色很蒼白的 然後都不講話 然後我朋友就說 我要點水餃 啤酒什麼 因為他想說點兩個 然後他走到廁所去 服務員先走進廁所去 對 然後他們就覺得很奇怪 他可能想上廁所 然後就 就聽到那種在吐的聲音 那種 後來就大概過了15分鐘 然後他們覺得很奇怪 就敲門 然後服務員自己打開門 然後站著這樣 然後就這樣走掉 自己打開門就走掉了 對 就這樣看他們 然後走掉 然後後來他們想說 水餃 過30分鐘怎麼都還沒有來 就按那個什麼 服務令 然後就一個服務員就急忙 他說 請問什麼事情這樣 他們就說 我們剛剛點水餃怎麼都還沒送來 然後他說 你們可是 你們剛剛沒有記錄 有點水餃什麼 就大概就覺得開始毛了 對 然後就描述那個人 剛剛服務生的長相給他們看 就是什麼病透啊什麼什麼 對 然後那個服務員就嚇一跳 就是說 那個 是我們的同事 但是他已經過世了 前幾天過世了 那他去廁所你自己打開門 這我不知道 這你要問小孩子 所以要死掉之後 還是不舒服呢 我有一個在馬來西亞雲頂表演 OK 然後那一次有很多藝人去嘛 什麼 很多FIR什麼什麼 大哥大姐姐 就是去那邊表演 然後我們中午就到了 然後下午Rehearsal 然後就進飯店睡覺休息 宇豪說我旁邊 可是我就聽到那個 有媽媽的嘶吼聲說 救我的小孩這樣 然後小孩 這樣子 講過語 對 你抓到破綻 他是很強的 因為他是不是在說謊 這是真的 沒有 真的 沒有 我是 對啊 高明 姑且是國語 對 真的 然後我就看到小孩子在那邊 小孩子在那邊 就是那個懶車掉下來 因為我的窗戶外面就是懶車 你窗外看得到懶車掉下來 不是 就是 我的窗戶是懶車 然後我睡午覺 我做夢 然後搖在旁邊看書 其實在看不知道什麼東西 好 然後搖在旁邊看書 我就看 我突然驚醒然後全都喊了 我說 剛剛有人在求救 你趕快去 對 去趕快報警還什麼什麼 趕快去跟我們宣傳講 他說沒有啊 你身邊 我說真的 我聽到人家在慘叫 懶車掉下去了 結果 後來我晚上就跟大家講這件事情 我說夢到這件事 碰到說屁啊 最好事 結果就 真的 你做夢的事情是誰 對 真的滿誇張 很懸 我自己不太相信 可是真的是這樣 你先夢見了 然後才發生這件事 先夢見了 然後隔了不知道 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句話剛好去那邊辦一場 不知道是誰的演唱會 在雲頂 然後他就說 藍車出事 然後 掛了很多人 聽說那邊 所以有可能是之前的 一些畫面 對啊 或者說根本就 因為隔兩三禮拜 你也救不了人家 你怎麼不能天天都去救人 對啊 所以重點是 我們 重點 跟他們兩個比這個有沒有 也還好 比起來我覺得你第一名耶 真的 我還有那種 怎麼這樣子啊 你那個比較有畫面 對啊 因為你那個懶吃的 又不是一刻發生 就